早安 各位觀眾 6點15分要來關心天氣了 穩定了好一陣子的天氣 今天會開始出現變化 所以一開始先提醒 西半部地區 特別是北部 另外還有宜蘭的觀眾朋友 今天最好帶個雨具出門 因為看起來在大家下班的時間 特別是如果你晚歸的話 可能會碰上下雨 而至於目前外面的氣溫 今天早上的溫度又上升了一些些 平均來講大部分地方 大概都有20度左右 比較低的大概就是在中部這一塊平原 今天早上最低溫是嘉義 嘉義今天是16.5度 現在是17度左右 不過上17 18也不算冷 就是微涼而已 提醒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日夜的溫差 畢竟白天至少在今天中午 都還是屬於比較偏熱的形態 雖然封面在接近 但是封面前的這塊暖區 溫度常常會飆得比較高一點 一定要注意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封面的情況了 來看衛星雲圖 這個封面其實已經相當的接近了 可能很多人看到說 這個應該很快就要下雨了 是的 在下半天開始 其實就會有一些水氣進來 在山區就容易出現一些對流 然後這個對流可能會飄到北部 挖好東北部的宜蘭 所以今天大概中午開始 中午過後 北部跟宜蘭的降雨機率就會增加了 然後隨著這個封面的結構 逐漸的開始靠近 大概傍晚開始真的開始靠近之後 西半部地區陸續都會出現下雨的狀況 而且封面通過的時間 大概就是在今天的晚上 今天的夜裡頭 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封面通過的時候 基本上是全台都會下雨 甚至是會有雷雨的情況 有人看到這一塊的雲系當中 事實上所帶的對流是滿旺盛的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雷雨的情形 也會有一些地方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提醒今天夜裡頭 明天上半天這一段時間 可能會是天氣最不穩定的時候 明天的中午過後 會稍微開始回穩 但是雨可能還會下 真的這個封面要通過 但要等到明天晚上之後 所以這個封面影響的時間 大概就是一天的時間 就是它通過時間 大概一天的時間 影響的時間不是太久 不過還是要注意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性大雨的部分 接下來星期六 在這個封面過了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東北季風下來 所以星期六的時候 北部地區就會比較涼一點 其實還算比較舒適一點 因為前幾天真的 溫度飆得滿高的 在這個氣溫的曲線部分 我們來看看北部地區 北部今天就會開始 出現下雨的狀況了 接近傍晚的時候 甚至是會有些雷雨的情況出現 明天在封面通過的情況底下 也有雨 甚至到了星期六這一天的時候 一方面水氣還在 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東北季風進來 所以也是下雨的情況 而這三天你可以看到 高溫的部分又從27掉到了21度 在星期六這一天 微涼的這一天 其實跟前兩天比起來 溫度的變化會很明顯 但整體來講 低溫的變化不多 就是在高溫的變化會比較多 就是白天的感受 可能就會覺得涼 但是星期天這一天 天氣就好轉了 水氣減少 同時這個陽光也出來了 所以星期天到下個星期一 又是一波穩定偏溫暖的天氣形態 不過請注意下個星期二 還會有一波的封面南下 這一波的封面看起來 恐怕會比今天的這波封面 影響的時間再長一點 可能星期二 星期三 都會有下雨的情形 北部地區的氣溫又會再往下掉 所以接下來這七天當中 是有兩波封面的影響 第一波就是從今天晚上開始 中南部地區 其實中南部地區在今天的晚上開始 也會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出現一些局部吸引比較大的雨時 甚至是雷雨的情況 不過很快 這個封面過了之後 大概明後兩天 中南部地區的天氣就會恢復穩定了 那溫度的部分稍微掉一點點了 但是整體的變化都不大 但是在下個星期二 星期三這一波 再可能在中南部地區 感受降雨的情況就會更明顯 所以同樣也是兩波的降雨 但是今天這一波在中南部地區 看起來影響會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至於今天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以及降雨機率 趕快來看看 北部地區 大概在大台北地區的降雨機率 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可能是從中午開始就會下了 高溫的部分 也比昨天微微掉了一些些 所以這個雲量比較多 高溫就會有變化 中部地區倒是天氣變化不明顯 還是有27 28度的高溫 但是雲林加翼特別注意一下 也會有機會出現比較明顯的 雷雨的情形 好 再往南部走 南部地區的降雨機率大概是20%到30% 高溫是上在屏東 還是有31度的機會 所以至少在今天整個白天 中南部地區還是都偏熱的 東半部地區 今天看起來降雨機率比較高的是 在宜蘭跟花蓮 台東在降雨的部分會比較晚一點 才會出現 外島三個地方 今天就大概從中午開始 就會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 降雨的一個情形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外島的觀眾朋友 更是一定要帶雨去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空氣品質了 不得了 從昨天到今天 這空氣品質持續的惡化 現在一眼看下去 大概從中部 雲嘉南 高屏都是紅色 有些是橘色 北部地區稍微感覺好像好一點點了 但現在在北部的桃園的觀音 龍潭跟竹苗地區 其實也都還是在橘色提醒的部分 中部現在也不好 外島金門 其實空氣品質也是滿糟糕的 當然紅色景色的部分 比較明顯的就是平鎮20 整個雲嘉南跟高屏 現在這一塊 全部是紅色的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在這個封面來 封面通過 帶來降雨之前 空氣品質大概就是這麼糟糕了 甚至還會更加的糟糕 過敏其善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注意 大概今天晚上到明天 整個全台的雨下過之後 可能空氣品質才會逐漸的好轉 所以這個污染的情況的時間 可能還要有一天左右 一定要戴口罩 因為這個空氣品質 已經真的是 對深夜傷害是滿大了 一定要注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相關的天氣訊息